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牛的 我们看到了今天盘前 我们并没有得到了任何一个关于基本面一些经济数据的发布 那么从而大盘的节奏 依旧是由主要是由多空双方买卖来进行整理震荡上扬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盘 目前来讲多方处于优势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的走势情况 大家看一下图一 图一呢这是标普的日线图 那么从这个日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目前呢这个均线系统呢向上扩散 这个形态呢是非常好的 上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波段的一个高点 那么就是在这个1415点 那么今天由于这个大盘上涨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布林通道的这个上沿呢 向上扩散并没有进行一个收口的一个动作 那么短线上还是倾向于一个震荡上扬的这个整体走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布林通道中线呢 它也是向上方的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目前整个大盘 我们这个操作的指导方向 就是应该是一个向上的 那么大盘尽管这个周边的市场 会有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 那么整个这个大盘呢 依然就是一个震荡上扬 上下起盘的一个动作 我们看一下图二 图二呢这是标普的日线图 那么今天题目呢 也就是说我们不做井里挖 刚第一头一张图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是通过这个 短期的这个走势图呢 我们看到了目前大盘的走势情况 那么现在这张图呢 我给它缩小一下 看一下更大级别的话 我们目前所处在于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那么整体上来看 我们在一个大型的一个上升举行空 经过两次一个震荡整理 那么目前呢 股价这个大盘呢 是有所反弹 这个反弹的我们仍然是在一个 举行区间的这个下沿这个位置附近呢 仍然这个仍然是靠下沿 我们进行了一个震荡整理 而且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 出现了一轮回调 那么回调呢 经过是八月份开始 那么一直到十二月份 起稳整个呢 经历了一个四个月的洗盘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那么五月开始回调 那么如果说整理级别要是相同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大盘 如果这个底部要是说继续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话 那么也是需要一个大概是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正好是我们九月份美国大选的时候 那么尽管整理 整理过后了 能不能继续的向上拉升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大盘上方呢 仍然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 那么短期的话 我们就要关注 看看目前的走势呢 能不能由这个量变转化为这个质变 就是大盘一点一点的向上去冲 能不能去产生一个有效的将来突破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图 最后一张图呢 这是标普的四小时图 那么从这个四小时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呢 出现了短线上出现了一个回调 我们也知道 目前的大盘呢 就是空方在上方呢 紧紧的盯住这个多方的一举一动 如果这个市场上继续的 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会出来的话 或者是欧洲方面 有一些利空的消息出面 那么我们大盘呢 短线上会出现小级别的 一个回调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回调是否是良性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剧情华尔街 我们明天再见